《香港時間4月24號》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4號 星期一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上海車展近日傳出交叉感染中共病毒疫情 多明大V參加上海車展後自爆第二次檢測出疫情陽性 將民盟也出面發聲說要做好應對二次感染準備 據大陸媒體為上海車展開幕做的相關報導 隨著疫情的結束 上海車展又與民眾見面 按照往年的慣例 依舊先是媒體日 然後開放日 但是 才沒過幾天 上海車展就傳出大規模交叉感染的中共病毒疫情 有網友直接表示 這次上海車展是一次全球病毒交流大會 網友爆料說 上海車展時 有無特揚勝 但還被要求繼續工作 否則就不結算前幾天的工資 利明無特在提交投訴後 表示車展中疫情確實開始傳播了 呼籲如果不想染病 就不要來參加車展 另據中共媒體報導 4月20日下午 在上海市免疫學會等機構共同承辦的 2023年感染免疫高峰論壇上 張文雲表示 應對疫情疑似感染 需關注脆弱人群 不斷地監測 預警 做好藥物準備 對任何變異株的道理 做出快速反應 大陸網友在微博發帖 稱很多人參加車展後變樣了 有人是第二次確診 就自己知道的 就有差不多10個人在參加車展後確診的了 而且還有甲流和疫情同時中招的案例 也有網友說 從上海車展回來 出現37度低消 去醫院做核酸結果第二次陽性了 一名IP屬地在四川的民眾說 從上海車展回來之後 身邊有5個人確診陽性 還有微博上兩個車評人亦確診 有人是在半年內第二次復陽 還有江蘇網友說 躲過了去年年底的疫情潮 結果沒有躲過上海車展的感染潮 中國多地出現的所謂農業行政執法隊伍 也就是俗稱的農館 惡名已起 網傳影片顯示 農館橫行鄉里 多地農民被農館惡行激怒 甚至引發暴力抗爭 網民紛紛熱議說 遲早導致農民起疑 學者分析 習近平早建農館有兩大目的 目前網上有影片顯示 農館的惡行 引發農民的暴力抗爭 網友上傳影片顯示 農館強行為農戶縣內的樹 被農民一棍打倒 影片中 一名疑似農館人員 在一處農村縣落 很快速地 弄到一棵幾米高的樹 然後又走到另一棵樹下 又想弄到這棵樹 就在農館推這棵樹的時候 突然間屋主走出來 一名男子手持大棍 打倒農館 農館一邊叫一邊倒地 儘管有兩名女子阻攔 主人男子仍然怒氣未燒 又打多農館幾下 農館連喊救命 農館更多的醜行也被網民曝光 例如有農館開著挖掘機 去毀了百姓家種的蔬菜 還有 廣西農民獅子湯了一隻豬 被處罰百萬 河南農館溝流 屠宰農民五十多隻豬 賤賣十四萬後走路 農館的惡行不僅遭農民反抗 也引來大陸很多網民憤怒聲 肚痛嘲諷 B站很多留言 嘲諷農館是鬼子入村 城館加農館加網館 不管你是城裡的人還是農村人 不管你是現實還是虛擬 全方位監管 小心陳姓吳廣起義 遲早導致農民起義 還有 推特網友被農民兄弟出主意說 設計坐頭不離手 成群結隊走 倫理要照顧 全村齊打狗 紫森媒體人認為 習近平成立農館有兩大原因 《大紀元時報》還編輯國軍在《精英論壇》自出 成立農館當然是習近平的意思 最關鍵的原因是農村的穩定 這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對台戰爭做準備 習近平有幾個講話 強調第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 第二個就是飯碗要捧在中國人自己手裡 因為如果有戰爭的話 中國可能要受到制裁 包括糧食的制裁 所以這個才是大問題 他首先自己必須搞好糧食問題 一個與毛澤東當年的情況類似 毛澤東亦說自力更生 亦說農業是以糧為綱 原因亦是一樣 就是毛澤東認為戰爭是必然要發生的 所以糧食是一個戰略物資 國軍認為 除了糧食生產之外 習近平還有管理農村穩定的問題 中國的農村戶口太多了 佔種人口的一半 大部分都在外面打工 管理上來不容易 他們是那種遊動的 一旦戰爭爆發 這批人肯定要回到鄉下 所以必須要管起來 組織起來 這是專制政權的特點 亦是毛澤東的那個專制特點 國軍補充說 他等於將農民的自主權力剝奪 拿回來 這樣長期實施下去 中國農村一定會出問題 雖然中共高層一直對中國糧食問題很關切 但曾幫助了很多中國農民維權的盲人維權律師 陳光誠對自由亞洲說 農館是中共濫權的縮影 他的核心是剝奪農民的土地私有權 形同土匪 結果必然是導致農民大批出走 兩方將更加嚴重 4月23日 在紐約華人社區法拉盛中心區緬屆 紐約上千名法輪功學員舉行紀念4.25 和平上訪24週年遊行集會 呼籲停止迫害 聲援4億多華人推出中共黨團隊 聲援打倒中共惡魔徵簽340萬 遊行從12點開始 長長的遊行隊伍從緬街和38大道的交界處出發 沿著緬街、三福大道、海辛納大道 直到法拉盛圖書館、海辛納大道一則 沿途獲得眾多民眾的觀看和支持 華人劉女士第一次觀看法輪功遊行 她興奮地告訴記者 我看到法輪功的遊行非常震撼 等一會我亦都要參加到隊伍裏面 多謝 4.25和平上訪 是1999年4月25日 大約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 國家信訪局和平上訪 要求信仰自由 法輪功修煉者不畏強權、和平理性 大善大忍的精神 讓世界為之震撼 被譽為中共建政後最大規模 最理性平和的上訪 法輪功學員高建明 就是當時4.25和平上訪的親力者 他說 我當時的訴求就是高速世人 法輪大發好、真善忍好 現在經過24年 中國共產黨這麼多年來 一直在迫害法輪功 做這麼多壞事 所以說 我們現在的訴求就是堅持信仰自由 和平理性地說真相 要求解體中共 4.25和平上訪 為中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法輪功學員堅持和平理性地說真相 勇敢、慈悲地反迫害 喚醒無數世人的良知善念 更多民眾選擇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已經退出中共組織的華人陳全雄說 前面幾十年都受共產黨的謊言欺騙 活得稀里糊塗的 現在我醒悟了 今後我要活得明明白白 我相信神做萬物 我相信世間的人的每一個誓約 天上的神都有紀錄 所以我要退出中共黨團隊 我要解除和中共黨團隊的誓約 集會上 法輪大發信息中心發言人張怡萍 民主黨社區領袖馬沙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容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主席汪志遠 人道中國創辦人周峰所 知名電視製作人李軍 新聞看點主播李牧陽 及見證4.25的法輪功學員代表 公開退黨的勇士代表 支持法輪功的華人民眾等十多人作現場發言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日本共同社此前發布消息稱 G7成員國接近達成全面停止對俄國出口的協業 在這種情況下 俄國前總統普京盟友梅德·韋傑夫 在4月23日威脅說 如果G7全面停止對俄國出口 克里姆林宮將終止黑海谷脈協業 這個協議使烏克蘭能在戰爭期間 對外國出口糧食作文 將在今年5月18日到期 根據共同社此前的報導 G7目前討論的制裁方式 涉及停止對俄國的全面出口 除非商品被列入出口白名單 而在目前框架下 除了那些黑名單中的產品 其他商品物認為允許對俄國出售 在消息發布後 梅德·韋傑夫23日發布電報群組帖文說 G7集團討論全面停止對俄國出口的協議 意味著對等地禁止從俄國進口產品 包括那些最敏感的商品類別 這樣 他們無法得到糧食交易 以及他們所需要的很多東西 為了降低糧食安全問題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俄烏兩國在去年7月簽署了黑海糧食協議 允許烏克蘭從黑海港口出口超過2700萬噸糧食作文 在這個過程中 俄國實施了多次阻撓的舉動 並且公開對條款提出抗議 宣稱西方如果不接觸對俄國化肥的出口限制 當局將會提前退出協議 在5月份前 俄國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將在紐約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討論烏克蘭黑海局物出口交易 這個做法引發外界關注 而在4月23日的G7公告中 G7農業部長呼籲延遲 全面執行與擴大黑海糧食協議 原因是協議具有重要性 G7發布的公告表示 譴責俄國企圖利用糧食破壞穩定的手段與做法 重申各方將會團結一致 支持受到糧食武器化影響波及的群體 對此評論人何旭說 俄國發起的侵略戰爭已經成了一攤爛攤子 俄國當局需要想盡辦法 減少在經濟領域受到的制裁 因此強烈反對G7推出的這個停止出口協議 實際上國際社會各方面都有連帶關係的 俄國與歐洲也有脫離不開的聯繫 雙方的貿易中斷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傷輸 但在俄國發起戰爭的情況下 G7不得不推出如此嚴厲的措施 來打擊俄國政府的戰爭野心 香港親共暴徒胡愛文及周詠臨2021年破壞法輪功真相點 被兇兩項刑事毀壞罪 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梁艾欣 在裁缺時表示 被告在轟天化日之下 不顧有公眾人士經過 明目張膽多次破壞街站物品 根本是在挑戰法紀 必須判處被告即時監禁 從而發放信息 香港是法治之地 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 他斥責被告 無論你對任何團體有任何不滿 或對執法當局有任何抱怨 香港並非允許濫用私人的地方 對於胡愛文在與警方錄影會面時 辯稱自己是偶然路過拍攝 不認識毀壞街站的人 梁艾欣表示不相信 他表示 雖然胡愛文沒有親自動手損壞物品 只是用手機拍攝記錄 但他在不足一小時內 先後出現在黃大仙 旺角案發現場 並與親自行空的兩人同桌吃飯 事前又用手機發信息 明天搞全港法輪功 唯一合理推論是他們是共犯 只是角色不同 法庭播放的案發現場影片顯示 兩名分別新穿黑衣、白衣的男子 先後在黃大仙和旺角 首次戒都割爛法輪功學員的展品 並用噴測損毀展品 一名新穿花衣的男子就拍攝辦案過程 閉路電視影片也顯示 三人沿著尼敦道先後離開 之後一起進入佐敦一間餐廳 海洋超級如廣用餐 此外他亦在與警方錄影會面時表示 對執法部門沒有拆除法輪功真相點感到不滿 梁雅欣裁定 判處胡埃文即時監禁15個星期 早前認罪的被告周永林判囚9個星期 梁雅欣亦裁決他們分別向受害人賠償2,300元 必須在4個月內交到法庭 本案發生在2021年4月3日 在案發前一個星期內 全香港至少有6個法輪功真相點 共受到十幾次破壞 警方之後拘捕8人 其中4人早前承認刑事委壞罪 被判監禁8個月 1人未被起訴 其餘3人就是本案中的3名被告 本案被告之一胡埃文 也在2020年12月5次破壞法輪功學員真相點 去年10月1日被判刑2個星期 換刑30個月 至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 香港法輪功學員在街頭和平抗議迫害 但長期被親共組織滋擾和暴力威脅 在2019年9月 法輪功學員廖女士與警方開會討論 10月1日遊行申請事項後 被暴徒毆打至頭破血流 負責把風的22歲男子柯顯站 2022年被已有意圖移傷人罪判囚2年9個月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通知詞丁 罪刑 迫害法輪功課 迫害法輪功課